江瑤柱就是圓背的粒肉 團團圓圓就賺到錢 每逢過年過節, 尤其是過年 家家戶盡可能煮這道菜 你知道江瑤柱是怎麼做的嗎 有什麼方法令江瑤柱又鬆又軟熟 不會咬到牙齒都崩潰 為什麼選一粒美的, 我還沒認識 告訴你, 江瑤柱白白的這粒就浸 是… 如果不撕掉這粒 你煮了九小時, 也會咬不開 怎麼浸? 放一隻碟到 平水面, 讓它煮熟, 煮熟到沒有水 放進鍋子裡, 蒸30分鐘或35分鐘 關火, 先不要開蓋 焗十至二十分鐘才開蓋 就可以備用了 你要多少就捏碎多少 用來炒飯也很棒, 蛋白瑤柱炒飯 究竟怎麼可以選一粒美的瑤柱呢 我一粒都覺得它美, 我不懂回答你 我找Rain出來的專家介紹, 告訴你 為什麼要看一粒美的瑤柱呢 乾瑤柱分有三個等級 第一個等級是小裂痕 裂痕不會佔一斤裡面的一半 如果二級就比較大, 明顯的裂痕 三級就有裂痕, 再加上有碎 再分就是大, 中, 小 大的一斤裡面有五十至六十粒 中的一斤裡面有八十至九十粒 小的一斤裡面有八十至九十粒 大的是否真的比較好吃 越大的乾瑤柱當然越鬆化 而且越甜, 味道煮出來更加鮮味 怎樣了?廷爺, 是否很香? 真的很香, 是嗎? 這瓶水也很香? 當然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果皮 尤其是有些菜式, 適當地加進去後 簡直可以將它層次提升 前面有三款不同年代的果皮 不如靠Alan解釋一下 究竟有什麼用法 是… Alan, 你好 你好, 英英, 你好 這是怎樣的? 這裡有三款陳皮, 已經上了年紀 這隻是三十年了 三十 這隻是六十年了 六十 這隻是八十歲了, 八十年了 如果你說有什麼分別 它的顏色大概看到了 越塵, 顏色越滲 它的皮囊越長越薄 去到八十年, 你看這些 皮囊差不多散了, 融化了 那說到味道呢? 味道反而反而變成 它越老, 越沒有味道 其實它要的已經不是味道 是療效 療效? 是果皮素已經塵化了 我們煮水, 除了… 它好像幫你的喉嚨按摩似的 是, 很舒服 究竟怎樣可以選一張漂亮的腐皮 你看它的顏色 身正光, 摸下去軟滑, 夠薄 過了幾天就會脆 那些是正面新鮮的 煮豆腐皮, 很辛苦 熱得真是油都出來了 是 還有這隻枝竹 刮掉它, 刮掉它 這隻用來煮東西就很好吃 是, 很舒服吧? 用甜粥, 不過我不喜歡吃 我到現在都不喜歡吃 你好… 為什麼我發現現在很少甜粥賣? 因為現在不是靠別人會煮 多數都是老人家來煮齋 煮齋沒有它就不成齋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耐煮, 夠口, 又咬口 它是靈石口 所以我就是覺得吃到它 吃得硬一點, 又不是多重 因為這個是底層 最底層 對了… 這塊甜粥, 以前我們看見 好像蝸腩蝦, 脊紋一樣 現在全部都沒有了 現在我們掛起來全了 地方錢賺, 不夠地方 有地方問題 為什麼現在這麼少, 以前這麼多? 以前多是因為市場需求 現在不是太多人認識 我們會慢一點才再起 是否是非常、小陳腐瘋 這塊甜粥 是否則其實是不成功 有地方能力